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乱码TV 我是霍尊 乱码乱码不看好傻 如果用三个词形 你自己应该是哪三个词 真善美 我好有怼你 你会怼我一起去吗 挑着怼 粉丝给你意见会改吗 好的意见我会改 不好的就对 去KTV不会点自己的 不去KTV 今年健身的频率是几天一天 七天一次 他每一次都会把自己练伤掉 什么时候会发起拍的东西 应该不会 应该永远不会 起头发需要多少时间 10分钟 吃火锅的话 一定要点个三个食物是什么 鸭肠 蟹肉棒 午餐肉 看过最扯的八卦是什么 我跟我经纪人的八卦 经纪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养了另一只猫 最喜欢动漫是什么 新世纪复印战士 会不会是漫长 会 如果好朋友把你的手办打碎了怎么办 嗯 如果我不唱歌的话会做什么 钢琴老师 最希望看到网友怎么夸你 只要是真诚的夸我都接受 会一天钟前日久生情 相信日久生情更多一点 会不会看自己演唱过主机曲的影视剧 会 最印象深刻的粉丝留言是什么 昨天好像才看到 因为我在机场穿了一件 我几年前在加拿大买的一件绿色的一个外套 然后那个粉丝就说 哎大风哥这次穿了几年前加拿大买的绿色的外套 是想证明自己像当年一样那么瘦吗 但是其实当年它是拉链能拉上的 这次发现拉链都没拉上 看了自己的表情总是被从什么表情包下说什么 挺好的 嗯 我还没驾照 最近的可护穿是什么 好麻烦啊 穿球裤了 没穿 霍尊是现实版10万个冷笑话里面的哪吒 我不止一个人这么说 那肌肉身材萝莉脸 只是这种款式真的不适合他本人 难道他感觉不到难看吗 倒不如像他爹那样好歹爷们 对我这种类似的我看到过好多 然后我还点到这些 通常留这些颜的人的微博里面去看 我发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loser 这种人就是肥胎见不得别人好 只有我觉得现在对于爷们是有一个 可能他们有一个误解吧 爷们就非得表现得很夯很五大三出这种就是爷们嘛 就现在是一个很崇尚多元化包容的一个时代 爷们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我这种表达方式恰好硬批西进 恰好好情中还透着美 我觉得很独一无二 霍尊忽胖忽瘦是怎么回事 后期批图的问题吗 我从来不批图 然后忽胖忽瘦就说明我现在年轻 新陈代谢快 霍尊真的就没什么情商 我从来没人说我情商不高的 明星说话太直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得罪人又昭黑的 嗯 我据我了解我这六年来没得罪过人 也没有怎么昭黑 我口碑然后人脉 关系算圈子挺小 但是都特别的和谐 然后我没觉得自己说话太直 并不是好事 我都是调好话直说的 呵呵呵呵 过真的脸已经圆的没有棱角了 是粉丝没有告诉他 还是团队没有控制住他 视频里看到感觉他都要出话了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谬论 因为脸圆不代表脸大 我脸还是很小的直播就是脸圆罢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我的特点 如果脸很瘦的话 大家每一个明星艺人都是瘦脸 一点特点都没 我圆脸我自豪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国风美少年 那文化底蕴比流量更重要 所以找我们仨还真对了 霍尊简直小肺玉清雅 风格清新脱俗 歌声空灵雅致 这才是音乐人该有的风范 凡夫俗子不配理解霍尊的音乐 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还真不是凡夫俗子 所以他们能喜欢我的音乐 就是对上眼了 尊尊胖都胖得这么好看 脸圆的时候 像用圆规画出来一样规整 真好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跟你朋友 把正好一个正脸 是我最胖的时候一张圆脸 然后还真的画了一个正圆 围着我的脸一圈 然后真的是严丝合缝 超级喜欢小仙尊了 男生女相是大福之人呀 所以是一张嘴两层皮 你翻来覆覆 男生说的好就男生女相 说的不好就娘们 然后透着温润如玉的气质 看起来特别舒服 就对了 破尊唱歌莫名撅嘴萌 我真的受不了 一米八的男人怎么可爱的 像个河豚一样超级撩的胃 我也没发觉 回头我看一下自己的演出视频 到底怎么个撅嘴法 可能这个字就是得撅嘴 我每一首歌都是我很喜欢的 都是我真诚地创作出来的歌 都是我认为对得起我自己的 对所以而且这整张专辑里面 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不太一样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感和风格 所以这张专辑是挺包罗万象的 不再是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卷珠莲那种风格的 因为其实很多提到我想到卷珠莲 因为有这样一个代表作 有一个符号在那儿 这个符号很难就会被推翻或怎样 就我也很庆幸自己很擅长中国风的表达 但其实每一个音乐人都是 不单单只局限在这一块 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也是很期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 能给大家展示 我还有其他不同的方方面面 但这每一面都是能综合起来 变成一个立体的真实的自我 因为我本身风格是中国风的这一块 所以很多确实会有很多年长的粉丝 一些生活好多青妈粉 对 包括我之后也接触了戏曲 开始尝试唱戏曲 跟戏曲融合 就是吸收了特别多的年长的粉丝 包括再加上我在台上可能挺可爱的 然后有一些一小部分年轻的粉丝也多了 然后渐渐年轻的粉丝开始越来越多 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最近也在开始跟更多的这种二次元的 或者漫画动漫的这种合作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这样子的 我的爱好其实就是看动漫 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一个符号的契合度 又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粉丝 现在开始丰富起来了 其实在台上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 那一面在台下不太会有的 就是自从艺工作者 你在台上那你就是在表达自己理想化的作品 那份很理想化的美 你不想把它打碎打破掉 那你在台上你表达的是自己的作品 那你在台下的话那就是正常人 就每一个人在台下都是普通人 然后所以不存在你在台上 哎呀你的艺术表达你的音乐感觉那么鲜 那么不接地气 那在台下你也是不接地气 这不现实的 我觉得私底下我其实挺二挺风 提起来玩的 然后也挺会 比如说在网上微博上面 会搜一下自己看看人家对我的评价 不好的那一笑了之 然后好的 然后也会 如果好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好 我会怼他 这些我觉得很正常 这些都是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表达 一直到现在我也是希望自己轻轻松松 不要想太多 就出道前 包括出道以后 我满脑子就是在想怎么把歌唱好 怎么那个完全无暇顾及音乐以外的东西 真的 因为艺术其实挺残酷的 它不是降 它不是其他工准或怎样 它对天赋要求很高 就是你如果你没天赋的话 你可能就只能在降这个级别 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没天赋 可能每一个人都还没有发觉自己擅长的学习 其实就我个人过往的经历来说 我最早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我从小是想当钢琴家 从小学古典钢琴 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天赋 但天赋比我好的 童子宫比我扎实的太多了 因为我不切实际这个梦想 后来我发现了自己在唱歌 在音乐上 就在钢琴以外的东西 上面我发觉到自己擅长的东西 然后开始尝试去 然后一直到后面 然后开始尝试去创作啊 或怎么样 开始发现了自己 有自己独特的不一样的审美和表达 然后慢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 要发掘自己的闪光点 应该是六七年前 当时我的导师是孙楠 南歌 然后包括到后面好歌曲 刘欢老师 像包括也给我很多 带来很多就是建议 还有一些交流音乐很开心 给我带来很多帮助的 像常识磊 还有包括我身边很多的一些 做音乐的一些朋友 最初是准备运动 手をまっすぐ上にあげて 左右に振ります 行きますよ まず右から 3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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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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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5 5 5 6 5 6 5 5